他是一个贵州山区出来的孩子 他是中国最大民营企业的创始人 他44岁的时候经营受骗 在那个平均工资100块一个月的年代 背负了200万的外债 妻子也和他离婚 不惑之年面临着巨大的中年危机 他东偏西凑跟朋友借钱凑了21000块 成立公司走上创业之路 从倒卖减肥药做起 做成了全国最大的民营企业 有人说他是国之栋梁 他却说自己不愿做民族英雄 他就是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 大家好 这里是三个锦囊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传奇故事 1944年10月25日 任正非出生在贵州的一个小山村 他的父亲任摩逊 是一个并不普通的乡村教师 1934年毕业于北平民大经济系 祖籍浙江金华 是一个人节地灵 名人辈出的地方 19世纪三四十年代 先是被迫迁到广西 后来又迁到了贵州遵义 在任正非亲笔撰写的文章 《我的父亲母亲》里 说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教育家 而他的母亲程远昭 是一个普通的园丁 也是一位教师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任正非的母亲 足足比他的父亲小了17岁 虽然出生在贫穷的贵州山村 但任正非的家庭 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任正非是家中的长子 除了他 家里还有兄妹六人 在号称地无三里平 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山区 一家九口 只能靠着父母微薄的收入生活 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 等到七个孩子相继长大 上学的学费 就成了更大的问题 在那样一个时代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 任魔训夫妇 硬是没有让任何一个孩子 放弃学业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中学时代的任正非 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 吃一个白面馒头 都成了理想 于敏红和马云 都参加过三次高考 而任正非的高考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第一次高考 他考上了贵州大学物理系 然而心高气傲的任正非 读了半年就退学了 第二年高考 非清华不读的任正非 虽然成绩相当不错 但是受到当时风气和退学的影响 并没有如愿考入清华大学 而是进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大学 大学毕业后任正非应征入伍 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1982年任正非转业进入南游集团下属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 而他当时的妻子孟军是国企南游集团的高管 1987年43周岁的任正非在经营当中被骗了200万 被南游集团开除 任正非个人也背上了200万的债务 那时候的城市平均工资大概只有100块 福不双至 祸不单行 没有了经济来源 妻子也和他离了婚 这个时候的任正非上有老下有小 还有六个弟弟妹妹要照顾 他和父母集在十几平的房子里 把阳台当厨房 生活非常窘迫 而他的母亲为了省钱 也经常捡一些别人不要的菜叶 买一些便宜的死鱼 回家做饭吃 深陷中年危机的任正非 就这样被迫走上了创业之路 当时在深圳注册公司 最低的注册资本也要2万块 任正非向朋友们借钱 集资凑了21000块 注册成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寓意是中华有为 创业早期的华为为了生存 卖过减肥药 也卖过火灾报警器 什么能赚钱就卖什么 一个偶然的机会 华为做了一家香港交换机公司的代理 在这一段代理生涯中 任正非发现了交换机行业的希望 也发现了整个市场 被跨国公司把持的现状 民族企业毫无力追之地 创业两年后的1989年 华为决定自己做交换机的研发 创业维艰 那时候的任正非和华为员工 吃住都在厂房里 累了就睡一会儿 醒了就接着干 在这样的艰苦奋斗下 华为终于做出了第一款 自主研发的交换机 最困难的时候 任正非在研发上投入了巨资 也背负了巨额债务 可以说是孤注一掷 根据当事人回忆 那时候的任正非 曾经对身边的人说 如果这次研发失败了 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 而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 好在最终研发成功 华为也逐渐打响了自己的品牌 2000年 IT泡沫破裂 华为所在的通信行业 也面临着寒冬 很多通信公司被迫裁员 倒闭 破产 华为的处境也十分艰难 雪上加霜的是 在2G技术的研发上 华为一直没能取得突破 因此错失了很多国内外的订单 而在那个人人都抢着买小灵通的年代 华为正在埋头研发3G芯片 因此错过了几把亿的市场 多年以后 看到华为在手机市场的崛起 不知道任正非是否会想起 那一段错过的时光 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著名的黎一南事件 黎一南现在是小牛电动车的创始人 早年就是公认的技术天才 15岁就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的少年班 在技术上有着很强的天赋 在华为受到任正非的格外器重 1996年前后 当中国联通在CDMA业务上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 黎一南能不被短期利益所诱惑 坚持GSM为后来的3G、4G、5G的业务奠定了基础 在这件事上充分显示了他的天赋 和他超凡脱俗的技术远见 此后的黎一南更受任正非的赏识 甚至一度有一种说法 说黎一南简直就是任正非的干儿子 在华为黎一南转正之后 不到两天就从普通员工升职成为工程师 不到一个月就被破格提拔成为高级工程师 27岁就成了华为的副总裁 当时的华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黎一南是任正非铁板钉钉的接班人 然而除了天才的一面 年少成名的黎一南 也有着性格叛逆固执己见的一面 任正非希望把黎一南培养成全面的管理人才 于是把黎一南从研究部调到市场部 而擅长研发的黎一南 却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信任 于是黎一南提出了辞职 面对接班人的辞职 我们不知道作风强硬的任正非 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历程 只知道任正非接受了黎一南的辞呈 向来低调的任正非一反常态 高调地为黎一南办了一场荣重的欢送会 并要求总监以上级别都来为他送行 此后黎一南离开深圳北上创业 做了华为的高级分销商 短短几年时间就做到了7亿元的营收 然而天才出身的黎一南 并不满足于做一个代理商 开始抢占华为通信业务的市场 知己知彼的黎一南 很快就成了华为的强劲对手 还从华为的研发部门挖了很多人 可以说是彻底的撕破了脸 任正非和黎一南 这一对曾经情同父子的师徒 也终于走到了彼此的对立面 此时的任正非在IT泡沫行业危机面前心理交瘁 此时的华为正和思科激烈竞争 内忧外患 即便如此 作风强硬的任正非 专门调拨肆意资金 不计代价对付李一南 姜还是老的辣 最后 李一南的公司被华为收购 曾经的天才少年黯然离场 至于后来的小牛电动车 就是天才的另外一段故事了 也是在这一段时间 华为的强大已经对竞争对手思科 在美国市场造成了威胁 思科采取了法律行动 专门成立团队 对华为进行打击 当时的德州法院 支持了思科的诉讼立场 尽管九个月之后 双方达成和解 华为仍然承受了巨大的商业损失 在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时候 任正非一度想把华为卖给摩托罗拉 双方甚至已经谈妥了 75亿美元的收购价格 只等摩托罗拉董事会的批准了 就在这时 摩托罗拉发生了人事变动 之前的谈判负责人离职 收购就此搁浅 这些困难都只是华为发展过程中的 冰山一角 不难发现 华为的成长史 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奋斗史 也是一段不断打怪升级的历史 聊到这里 我们终于要回过头来 聊一聊孟晚舟了 她不是李一南 不是任正非的干儿子 而是她的亲女儿 孟晚舟出生时 任正非还在当兵 有的是漂泊不定 四处辗转 没有的 当然包括父亲的陪伴 孟晚舟15岁那年 任正非被骗 被公司开除 还背上了200万的债务 妻子也和她离婚 孟晚舟被判给了母亲 如果说 之前的孟晚舟 虽然没有陪伴 但至少还有团聚 父母离婚后 她连仅有的团聚也没有了 大学毕业后孟晚舟加入了华为 但身为女儿的她 并没有受到任正非的优待 甚至直到2013年 大家才知道孟晚舟是任正非的女儿 这时候距离孟晚舟加入华为 已经过去了20年 孟晚舟从前台接待员做起 用自己的刻苦和努力 终于证明了自己 2018年 孟晚舟被加拿大恶意逮捕 直到现在 任正非妇女都没能再见 而我们在茶余饭后 谈论任正非光辉事迹的时候 几乎都快忘了 她已经是一个76岁的老人了 如今的华为在5G领域 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却在这时 遭到了美国的多方制裁和围堵 疫情爆发以来 制裁和围堵更加的变本加厉 这时候的华为 早已经不是那个 为了生存去卖减肥药的小公司了 当一家民营企业 成为一个国家的攻击对象的时候 她已经是这个行业里的人心所向和众望所归了 身负200万债务的时候 她没有倒下 失业和离婚双重压力的时候 她也没有倒下 爱图背叛反歌一击的时候 强敌环伺 危机四伏的时候 她都没有倒下 所以身经百战 见惯了伤害臣服的她 想必也一定是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更何况这一次 在她的身后 已经多了无数个 像我们这样的支持者 而错过了她的那些闪光时刻的我们 也终于有了机会 见证英雄的涅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